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佛洛阿德 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要来介绍阿德推选的书 他推选的书都很有风格 这次推选的书叫做 《被消失的艺术师》 对 那这是漫游者出版的书 然后其实呢 他说了23位女性的艺术家 那包括东方跟西方的 那大家会说消失的艺术史上面 那些女性的艺术家 说真的我看了这本书 其实内心非常的激动 因为呢 其实那个女性艺术家 本来就很难 就是说 传世 而且很多人 不分性别 对 他们都活得非常的辛苦 即使像现在赫赫有名 然后每次在拍卖场 然后她的作品都可以卖出天价的反骨 大家都知道她穷困潦调 她生前大概一幅也没卖出去 除了她弟弟 对 那更何况是女性的艺术家 大家知道 在古代那种社会 女性本来就是男性的附属品 那个时代 那所以呢 他们喜欢艺术 喜欢画画 喜欢雕塑 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呢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精彩 他因为作者呢 是那个伦敦大学 比较文学的硕士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会更丰富 是因为他请了 垂垂这位插画家 然后垂垂呢 他是念大学的时候 是念博物馆学 然后后来又硕士的时候 进攻那个工艺美术 所以在这本书的编排上 我觉得也是极具 这个美术的风格 比如说像某位艺术家 他都是画一些超现实的 他是超现实派 他把他的那个页面 通通都是把他以前 画的那些画里面的人物 然后其实是有点怪诞的 因为就是超现实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达力那种风格 然后全部把他弄在 把他画的那些 不同的画里面的人物 全部把他放在一个画面里 然后毫不违和 因为他就是一个超现实 每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对他非常的用心 而且每个不同的艺术家 他有不同的风格 他就会在那几页里面 介绍几页里面 展现呈现那个艺术家的风格 向这些女艺术家致敬 那我觉得在这本书 其实有非常多的启示 因为像里面谈到了一些 对一般不只是 比如西方的艺术家 他就是用年代来排的 就是西方艺术家 其实即使是在他们当地 也很多人不知道 这些女性的艺术家 更何况是国外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他们都是艺术家 有那么多丰富的作品 其实像Netflix或怎样 他们不是很想要拍一些 女性的成功女性 或者怎样的女权的故事 我觉得都可以把这些艺术家 就把他们每个人拍个几集的故事 来呈现他们的人生 跟他们的画作 还有他们的创造品 都会相当的精彩 像其实像他介绍一个 我觉得像拉维尼亚 丰塔纳 然后这个是史上第一个 开个人工作室的女画家 也是史上第一个 画女性裸体的女画家 因为以前 以前连女人画女人裸体 都那么困难 对因为以前就是师徒制的 其实你必须到师傅家 然后等于是 做很多杂事或什么 然后开始在那边画画 当师傅的帮手 然后都要去工作室 但是画家那些工作室 他们都男的 你一个女的 你怎么能够跑去那边 住在那边 然后会有很多的问题 抛头露面 然后再加上 当时画的裸体的男生 都是男的 然后你一个女的 然后你要跟一堆男的 然后去画一个裸体的男人 违反当时社会道德认知 对所以有很多的女艺术家 光是前面这两个门槛 他们都突破不了 还好拉维尼亚 他的父亲 正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他继承了父亲的工作室 然后丈夫呢 是他的丈夫是父亲的学徒 所以呢 他就很甘愿了 他的丈夫才华不如他 他丈夫就是他的经纪人兼助手 而且还带了11个小孩 因为这个女生生了11个小孩 以前真的没有节育状况 这真的很难 一边生11个还可以当画家 如果不是家庭支持 实在太困难 早就疯掉了 都是他丈夫支持他 他丈夫在弄那些琐事 然后成就了他 然后再加上主教委托他 画了那个圣母升天 等的大型的画像 放在祭坛 所以呢 他就收到更多欧洲的订单 而且你知道 他非常的前卫 我觉得历史上 应该没有女人这样 因为有的 当然富家女或什么 订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会送婆家 什么名车 豪宅 这个都不稀奇 你知道他送什么 他送他公公一副 他自己的自画像 然后上面是他弹钢琴 的自画像 然后旁边放了一个画架 然后暗示说他其实是有双才艺 他既会谈情画画又很厉害 然后他居然送公公这个 这就是他的嫁妆 而且他在1577年那个年代 跟他丈夫结婚 你知道吗 他就写了婚前协议 人家现代的人很多 到我们台湾现在还在炒作 婚前协议的问题 他们在1577年 他就写下这个婚前协议 说丈夫必须搬到他所住的波隆纳 因为当那个时代 女人都必须搬到婆家的那个地方 没有男人搬过来跟女人住的 没有这牵涉到他的丈夫住在哪里 波隆纳是个好地方 文明城市 波隆纳是女生住的地方 可是当年的风气不是这样 第二他还有说婚后的收入 要分一部分给女方的父亲 就是女人可以支配自己的钱 因为以前的女人结了婚 她的财产就是她丈夫的 我相信她未婚之前 也已经都展露才华了 也有赚钱了 对对对 所以可是那时候的男人 你可以不要同意这个条件 是 对 而且她居然会想到 我要跟你订婚前协议 这个女人用法律来保障自己 所以呢 她不但是很有画画才华 我们觉得她在各方面 也都是非常精明而成功的 对 她一定是当地望族之女了啦 其实也还好 她父亲只是个画家而已 对 并不是那种财阀这样子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在里面可以看到 虽然在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女人发展 不论在各方面的环境里面 可是还是有很多女人 很多女艺术家 他们不仅有才华 而且他们打破了常规 就是你要很坚持 至少在她身上没有任何从众效应 对对对 而且还有那个年代 16世纪 居然有人还活到90几岁 那个安奎索纳 安归索纳 索拉 他们的名字很难念 安归索拉 她是意大利贵族家庭的 然后她家里很有钱 她喜欢画画 爸爸就送她去画画 而且呢 所以大部分还是跟家事有关 对对对 画家之女 她本来就在画 然后很小就在帮爸爸赚钱 这有可能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贵族家的女儿 家里有宠的话 那你才可以做你要做的事 而且她就画肖像画 因为肖像画只要画颈部以上 就不用裸体 你知道吗 就避免裸体的争议 对 而且肖像画可以卖钱 对对对 不是属于真正个人创作 而且她爸爸还很厉害 她爸爸虽然很有钱 她爸爸认识很多贵族 因为她爸爸自己有贵族 她爸爸写信给很多的贵族 来推荐自己女儿的画作 于是呢 甚至也西班牙 非利二世皇帝 都收藏了她的作品 而且还邀请她教皇后画画 于是呢 她荷包满满 还活到九十几岁 所以艺术家遇到行销家 才能共创很好的生活 对 可惜她的作品呢 就西班牙皇宫后来大火 所以因为 非利二世收藏了非常多的画 因为西班牙皇宫的大火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她很多作品 我们可能看不到她的真机 然后不过呢 还是有几幅画是在普拉多美术馆 就是将来大家去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的时候 可以去看 为什么非利二世这么喜欢一个意大利女画家的画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被消失的艺术室 看到这本书我也很兴奋 不过其实我也看到自己的不足 因为你看那个封面上 所有的女画家 那个头都被人家打马赛克 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意涵 也就是历史上的女艺术家 都是被隐藏的 我刚刚有跟阿德说 她里面难道不能复原作吗 但我相信有一些是有博物馆的版权的问题 那么如果没有复原作 只是用这个漫画家的画的话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她很多幅画我好像在哪个美术馆看过 可是又感觉到说印象没有那么清晰 那只有少数几个画家 就是我有努力读过 但都是从文学上而来 比如说像管道生 我知道那个是赵孟甫的太太 然后还有像那个中国的女画家 文复我就已经完全不了解 你说是文真明的孙女是不是 玄孙女 玄孙女就是家学渊源 那么还有像这个欧姬服 比较近代的 还有卡罗 这几个我大概是挺熟悉的 可以知道原画是什么 否则其他的 我看到这个漫画家的你画 我还真的不知道那是哪一幅 原画长怎样我不了解 是程度差没办法 没啦 因为他们就是被消失了 就是在艺术史上可能都很少谈论到他们 然后甚至博物馆可能都不太会收藏他们的作品 那所以其实也蛮讽刺的 就是说你知道以前像法国那么前进 在19世纪的那时候的巴黎 更不要说之前 女性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入美术馆 你连去看画都没办法 你不可以单独出入公共场合 必须要有男人陪伴 现在中东就是才这个规定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法国 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些女的艺术家 你知道他们怎么去美术馆吗 他们女扮男装 你走在路上这样子警方就不会找你了 那就必须要到这种程度啦 那像文处呢 他其实很幸运 因为他出生于名门 然后有有名的丈夫跟有名的这个爸爸 就是照顾他 所以呢他嫁的丈夫叫赵君 是一个金石收藏家 那他丈夫才华没有他那么高嘛 然后他那时候画的一些苏州的寒山啊等等 你知道他们有钱到哪里 虽然他嫁人呢 他是那种很有钱的家族 可是他也不能抛头露面啊 还好他的公公送给他们那个结婚礼物 是苏州的寒山 那是他们家的山 那座山就是他们家的 所以他可以到他们家的山里面去 看蝴蝶花朵 然后他就画下了那些 他所观察的鸟雀等等怪石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家的山 然后他让后来他的作品啊 让他的丈夫就是去销售 结果非常的畅销 大家都一直抢 然后还出现仿制画 那时候的人脑筋也是动得很快 马上就给他仿制 所以他丈夫呢 就帮他老婆在画上面提字 然后这等于是仿伪照 这才是我们家的 这不仿照片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他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自己画的很好 后来他就收了一些女弟子 这也是一种继续那个绘画教育 让更多的女性可以画画 那当然大家应该也知道 日本服饰会的三节嘛 就是最有名的葛世北斋 然后葛世北斋的女儿阿荣 其实他也帮他爸画了很多画 然后只是提上他爸的名字 因为也是很畅销 而且他也说到服饰会的风格 日本服饰会的风格 后来传到了欧洲 然后那个服饰会做印上的那些版画 或什么 在欧洲非常的畅销 然后反骨也看到了 也影响了反骨 所以后来 你有没有看到反骨画的话 有那个服饰会的风格 就是大胆的色调等等的 然后就是不像那个西方 就只有明暗对比 然后对印象派影响很深 对对对 那所以呢 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些 这个法国当时的一些女性 她们受到日本服饰会的影响 然后在她们的作品中 然后展现 当然也有可怜的卡密尔 就罗丹的女儿 这里面也有提到她 因为她也是少见的女性雕塑家 对我看过各种卡密尔的传记 其实真的是挺悲惨的 对对对 而且人家会说 你做的作品 没像你的情人罗丹 那么大山大雪 都很高的雕塑 因为她们很可怜啊 她们没有 你知道做那大型 需要很大型的工作室 可是你没有那么多钱啊 讲究到最后 还是一个钱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经济问题 所以你看到卡密尔的作品啊 我蛮爱去巴黎 那个罗丹美术馆的 你看到的都是 有这个小的头像啊 小的作品啊 就是她做的 可是你要想到罗丹 也不是每一个男性艺术家 都可以这样搞 她是有人支持的啊 对对对 而且她也是个吸血鬼吧 不管 反正 对卡密尔来说是 女性艺术家 也是有很多问题 像她有提到一些 美国的艺术家 或什么 她的丈夫 也是很有名的画家 可是她丈夫 就占据了 那个最大的工作室 然后她只能在 阁楼的工作室 所以她的画都很小 对 然后很小 然后就到拍卖场去 人家就觉得 你画很小 就价格就没有 大型的画作高 所以你的收入就少 你就经营不了 大型的工作室 所以你的画就越来越小 贫穷有时候 限制不了你的想象 但会限制你作品的尺寸 对对对 而且你作品的尺寸 也会限制了你拍 你卖出的价格 还有你的评价 所以 其实 这些艺术家 要读一读 人生商学院 所以现在你没事 我如果自己画图 我都画很大幅 对对对对 而且这样比较不伤眼力 而且比较开心 对对对 万一以后要怎样的话 恐怕不会变得 那个价格太少 而且你有你自己的工作室啊 因为以前的女性 她们可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 那个 Virginia Wolf 对我影响有多深 他就说一个女人想要写作 反正不管你要干嘛啦 你都要独立的那个 这个 你要有自己的房子 对不对 就其实是独立空间 他其实还后面讲的很白 叫做要有足够的钱 他讲的其实是cash这件事 那当然以前没有什么支票 或什么这个被动收入 可是他已经深刻的意会到 这件事情的重要 就算他老公很支持他 但我相信他有个地方 他是觉得被捆绑而不自由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呢 告诉我们 介绍了我们非常多 我们不熟悉 也不知道在艺术史上 被消失的女性的创作者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那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来我看这个出版社叫做 漫游者出版社 也很精心编制 全部都是彩色的 好非常谢谢阿德 等一下我们要来讲的是 电视剧还有电影 佛罗阿德帮我们介绍 有电视剧有电影 先来介绍一个影集 真的是让人惊喜的 这种台剧 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 那他现在已经全部播闭了 所以7月24号 大家就可以在国际的串流平台 NetFace 然后看到一次把它看完 因为它一共有八集 那之前是在公式 还有等等的 国内的频道播放 但是24号他就会 上了这样的一个 全球串流平台 让全球的观众来看 就是希望他们也会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剧 就是其实就短短的八集 可是它相当的紧凑 而且故事也具有悬疑性 然后可是呢 其实本剧的灵魂人物 就是饰演公社辩护人的李明顺 他是那个在里面的身份 是阿美族的一个 那个公社辩护人 然后他的家族跟 他的家族亲友等等 就是其实是真实的 就是基隆有个地方 叫八尺门渔港 然后当年就是 开始渔业发达的时候 可是渔工 你要从哪里找 于是有很多人就讨到台湾的后山 花莲等地 然后就去招募那些阿美族的人 请他们搬来这个基隆 然后成为渔工 所以我们台北或者很多地方 北部的人吃的渔产 就是这些阿美族的人 非常辛苦的去海上捕捞回来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形成一个聚落 就是又盖起了房子一个社区 然后那个社区里面住的都是阿美族的人 然后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渔工 然后这个里面顺手饰演的这位 同宝居的这个公社辩护人 他小时候父亲也就是这里的渔工 可是后来发生父亲因为 在渔船上这种不公平的事件 然后奋而杀人 还好对方并没有死 所以他父亲只是坐牢几年之后就出来 可是母亲因为积劳成疾 因为自己养孩子很辛苦 然后母亲死了 所以他跟父亲之间就拥有了心结 而且他后来就决定 我绝对不要再像我的族人一样 成为被鱼肉的渔工 所以他努力的读书 当然还是有加分制度 所以他后来考上了辅大法律系 他这里非常好笑 他后来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那女的是台大法律系的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自己跟他的那种阶级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里面就是虽然是一个公社辩护人 但是呢其实他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已经可以退休 他也准备要提出退休 然后之后要去民间当一般的律师赚大钱 所以他在这个法院里面 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 因为他做了很多年嘛 然后他就有点油条 可是这时候这一次八尺门这边发生了一件 一个外籍渔工 他奋而杀了那个船长 还有船长的太太 还有船长的小女儿 然后被逮捕 这个案件 然后大家就认为 就走走流程 反正他也成 就是他杀的啦 然后怎样怎样 可是他接了这个案子之后 他发现后面有层层的黑幕 甚至还牵扯到法务部长等等的 然后他本来是有点油条 等待退休 然后最后居然就是决定要来揭开这个黑幕 然后他在里面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他穿插了很多 因为他个性就是有点油条嘛 就会讲一些笑话 比如他里面有讲个笑话 可是笑话听起来也是 你回味一下 你会觉得很心酸 就是有一天 就是他有一次就跟别人讲个笑话 他说有一天被告迟到了 然后在等待的时间 法官说好无聊 没有法官没有说好无聊 法官说大家在等待嘛 我们来轮流讲笑话吧 结果法官第一个讲说 我讲的笑话是无罪推定 然后检察官的笑话是侦查不公开 然后律师的笑话是律师 要尊重律师伦理 然后大家都觉得 我们的笑话都不分上下 然后这时候被告终于来了 被告大喊说我是冤枉的 对然后结果这个法院在听笑话的人 就问这个同公社辩护人说 那公社辩护人的笑话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说 公社辩护人是最认身的公仆 上班不会讲笑话 对所以呢 其实他这短短的这个笑话里面 其实也传达了非常多 就大家现在觉得 什么恐龙法官啊 司法不公啊 司法正义等等的疑问 然后这部影集的导演跟编剧 就是律师唐福瑞 其实他之前指导过一部电影叫童话世界 那不算是反应并不是太好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他写了这个 他先写了小说八尺门的辩护人 然后再根据这个小说 然后改编成这个影集 然后有我觉得李明顺他演技真的非常厉害 他是新加坡人 可是他却在这边 他之前演的做工的人 他照样讲阿美族语 对他苦练了阿美族语 然后演出那个看似油条 但他内心依旧有着那种正义 然后他又懂得正义 也许司法的正义是需要妥协的等等 然后这部影集也探讨到死刑 然后也探讨到说政府部门对于死刑的态度 或是有一些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那种官商勾结等等的都有 那除了李明顺的演出 我觉得他又会再度入围金钟奖 而且有可能又会再拿下一座 还有一位就里面演了一个看护工叫Lina 然后你会真的以为他就是新著名来演的 可是没有 这位雷迦娜非常看好他的演技 未来之路 他在里面 其实他是道道地地的台湾的女孩 可是他却演出了一个印尼的移工 这真的蛮了不起的 对 然后所以这是一部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观赏的影集 刚刚阿德问我看那个迪士尼频道 水世界有没有快转 搞不好有 我回去看一下 因为我后来发现 你自己在家里看那个iPad就会有一个问题 我是一边跑步一边那个跑嘛 后来发现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活都弄得节奏很快 像韩剧我一定是转1.5倍 然后有时候发现说你不要再弹琴说爱 就把它播过去你知道吗 但是我每次要播这样的日剧的时候 那个啾啾都说 拜托这个导演你不要用1.5倍看 所以有时候我还真的忍不住 日剧应该要用二倍数 他真的有时候 开玩笑了 真的很慢 尤其你习惯看韩剧 你已经觉得他很啰嗦 尤其韩剧到中间的时候都有点啰嗦 那个剧情好像可有可无 或者是重复啊 那么看这个日剧 你已经习惯韩剧的步调 日剧真的好慢啊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最近这个暑假档 其实有一些电影的商业大片 票房不如预期啊 但是幸好有两部黑马 哪两部不如预期你先说 有一些不如预期啊 那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开车子啊 那个很多那种 就很多电影 就或者在水里游的啊 等等的 就是他们的票房 就是大家本来寄予厚望 可是他都好像没有达到 那个预期的那种热卖的程度 然后有两部 也不是说他们不是大卡斯啊 就是说他们的卡斯跟阵容 大家也很期待 但大家没有预期 他们会卖的那么好 就是巴比跟奥本海默 对 然后这两部电影 就是把这个市场都炒热了起来 是 那 然后所以呢 电影市场的现在呢 又推出了新的电影 就是要 就是巴比跟奥本海默已经上映了嘛 就是他们现在大家都在看国外啊 跟台湾都在热卖 然后我们这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 是 小珍妮佛 珍妮佛劳伦斯演的《珍爱印起来》 然后他这里面讲的是 他是住在Long Island附近的一个小镇 然后你知道吗 Long Island就是美国大概 东岸最有钱的那些人 就是住在Long Island 然后他们呢 就是假期的时候 会跑来这个小镇度假 然后这个小镇就很可怜 他们的房屋税就提高了 然后他从小就住在这里 然后妈妈是小三 然后爸爸也应该也是从Long Island 纽约来的那些有钱人 然后跟他妈妈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生了他 可是爸爸另外有家庭 所以从来没承认过他们 所以他很恨这个情况 然后他的妈妈留给他的房子呢 现在因为他欠了房屋税 因为房屋税年年一直提高 所以因为这变成观光顺地嘛 所以整个房屋税都提高 他缴不出来欠税未缴 然后他的职业是Uber的司机 然后他的车子就被政府先拖掉 就是因为你欠税嘛 然后接下来又说你如果再不还 就连你妈留给你的房子 我们也要把他拿走 于是他现在充满了危机 这时候就看到了有一对夫妻 他们非常有钱 然后他们的儿子也很优秀 然后考上普林斯顿大学 已经正式上普林斯顿大学 即将要暑假过完 就要去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了 可是你知道那些大学有恐怖的兄弟会 如果你是一个处男 然后你又有社交障碍 你到那个地方你会被整死 我觉得问题不在处男 问题在社交障碍 不然谁看得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很老实 他会说他自己是处男 然后你知道兄弟会最喜欢玩那种 那种性的那种 对他可能会被霸凌 所以他就 很可怕 对 爸爸妈妈就很担心自己的儿子 到那边去会被霸凌 所以呢 他就想说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女性 然后来帮 来教他儿子约会的技巧 然后甚至让他儿子可以破处 以免到时候到学校去会有很多问题 于是他为了 小真理佛为了钱 就决定说 好 他们说 你如果达到这个目标 进攻我的儿子成功的话 我们就送你一台名车 全新的 对 然后他正好 他的车被拖掉了 所以他就决定要这样 然后他就使劲浑身结束 要引诱这个 这个应该是草食男吗 就肉食女进攻草食男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笑料 而且真理佛老人士虽然已经贵为奥斯卡影后 但是他在这他监制的这部电影里面 他居然还有全裸的画面 对 正面全裸 对 然后但是这是一部喜剧 但里面其实也印含了一些 他们对美国社会的一些贫富差距的一些讽刺 但是最好笑的就是这些性笑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是女主角去引诱 所以不会有现在会被攻击说 就把女性物化 因为是他自己想要这样做的 所以这部片子就是看他演的喜剧 所以这是一部性爱喜剧 我觉得美国这种剧一定都卖的挺不错 他们挺喜欢这种 而且是小成本的 然后当然这个追求的过程中 就女性倒追男性的追求过程中 也会给了他一些启发 然后他是不是就可以走出这个小镇 甚至可能去找到 去找他的爸爸 或者是 结果后来换他念的普林斯顿 他怎么可能 他是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励志 其实你想说 这么lousy的人都去念的 那我来 没有没有啦 那个小男孩是很聪明的 他只是有那种社交恐惧而已 而且你知道网路世界 就让现在也很多 我想很多国家治理也很痛苦 就是透过网路啊 他就可以得到色情的服务或什么的 很多人根本不在真实生活中 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所以扫子话也是难免的 幸福好时光 来阿德麻烦你了 对 我们要介绍一个 我小时候有在看的这个 这种故事叫做 那个法国的尼古拉 他每次都会闯祸 我小时候也有在看 对 他就会闯祸这样子 那这个讲说我们的最强暑假 其实很适合爸妈带小孩去看 那是没有手机也没有网路的时代 所以呢 这群小孩就尼古拉呢 他就会度暑假 他们法国人就是会去海边 就是我们刚刚说 小珍妮佛很恨的那种 就是那群观光客 就会来到这个观光圣地 然后整个暑假或假期就来这边 然后像那个ガジラ一样 然后之后就走了 然后就留给他们很多很高的税务等等 那他们也是到海边去度假 然后就于是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 他甚至又谈了一段 跟其中一个小女生 本来很讨厌那个小女生 后来就喜欢上那个小女生 谈恋爱 甚至两个还离家出走 然后搞得整个饭店的人 都要去寻找他们 然后就是一个淘气鬼的恶作剧 好 但他也有个很好笑 就是要放暑假的时候 那时候法国的校长还会上台训话 讲完以后才可以放暑假 然后当他一讲完 小孩子们全部冲出校门 然后连那个警卫 守卫都被他们撞到 对 就是小鬼就放出门了 就是我不要读书 我要赶快出去玩 对对对 可是他后来也有一段 就是在这个尼古拉度假的这个时间 他们也有回来拍一下校长 校长就竟然回到学校 然后警卫也回到学校 然后感到有点落寞 因为已经一个多月了 突然有点想念 学校以前是每天非常的吵 这些淘气鬼很讨厌 结果一个月后有点想念他们 所以这部电影就很推荐给大家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暑假的时候 不知道去哪里 天气太过炎热 可以来看一下这部 然后另外一部 也是跟海滩有关的 就是下礼拜才要上映的 巨尺杀第二集 这跟海滩有关 我觉得真的挺牵强 大家以为是比基尼戏呢 有啊有啊也是有比基尼啊 可是在那 那个看起来是度假圣地的海滩 在夏天大家都很开心在那度假 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恐怖片 画风一转 就是出现了三只巨尺杀 然后呢他们就会攻击人类 然后这时候这部片子的 这个英雄呢 就是第一集的杰森史塔森 他第二集又继续出现 可是这一集又出现另外一个英雄 就是吴京就战狼那个吴京吗 对对对 哇那这个是肯定的是想要席卷一下大陆的票房 对对对 那这部片子 而且吴京演的不是那种 无脑或者是只有几句台词的那种 沾酱油角色 他在戏份是仅次于杰森史塔森 他完全在那个大陆片里 就他一个人的戏啊 对啊对啊 然后他们要决战 两人要联手决战那个顶级的掠实者 就巨死沙 而且这部片其实刚开始有个很惊悚的 就是会出现那个恐龙 就是在讲史前时代的时候 恐龙不是最强吗 可是当恐龙到海边的时候 巨死沙还是照样把恐龙给吃了 对所以呢就是蛮惊悚恐怖的 当然里面呢 杰森史塔森有时候太神勇了 就是他什么快艇啊 然后拿着叉子就跟巨死沙在海中决战 这也就算还有那个巨死沙要咬他的时候 他用脚踢顶住他的嘴巴 最好他有这么强 而且杰森史塔森演这部片 真的非常适合 因为他以前就是英国的奥运的 那个跳水的选手 所以他本来就是非常强 只是后来他就没 他本来就是代表英国参加奥运的选手之一 他当年就是跳跳水的 所以跳水跳太多头可能会凸 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大白沙的那种新时代的续作而已 但是在大白沙里面呢 史蒂芬史比伯那种大白沙 人类都是只能被吃啊 然后他这个 史塔森他拍的这个巨死沙里面 人类是可以对抗那个 请问巨死沙总共这世界有几只 我不知道他这集有三只 反正他如果卖座的话 他们死不了 卖座的话第三集又会出现别只 突然发现一群 对然后最后再给他推荐一部 也是下礼拜上映的夏洛克的孩子们 然后他所谓的夏洛克是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面 那一出剧里面有一个犹太籍的 放高利贷的人叫做夏洛克 对然后他这个是根据半折直述的作者 持景护润的小说改编的 然后这畅销60万册 然后他邀请了阿布甄夫来饰演这个主人翁 他是银行的客服经理西木 有一天他们银行有100万的现金不见了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找这个现金 然后因为这个现金又牵扯到10亿元的贷款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银行业里面的那种黑暗面 你知道这个半折直述里面也演很多吗 对贷款啊或者是银行的压力 就是当过那个银行职员 所以其实里面也有悬疑 究竟这个10亿元的贷款又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100万究竟是谁拿走的 然后还有大家所熟悉的上户财 他就誓言的被栽赃 然后有人把100万元的那个钞票 不是会有个封条 就把封条丢在他的皮包里面 因为你当钱不见 你知道银行 哇就看到银行原来要全部大家都要检查 然后A要检查B的包包 然后B要检查C的包包 互相检查包包 要找到那100万到底在哪里 所以呢就是抽丝剥茧 然后找到钱的问题 所以一切大家都是夏洛克的孩子 就是贪婪的人的子孙 对这一些斗争这样子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阿德介绍这么多好看的电影 就算你现在没时间看 以后你也很可能会在某一个频道上发现 至少你知道有这部电影 有这本书 有这个连续剧 非常谢谢 谢谢 د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